有一个贫苦的老人为了维持生计 准备把家里仅有地头牛河一只鸡 拿到骑士上去卖 再去骑士的路上 经过一条河 老人决定划船到河的对面 就在船走在河中央的时候 突然起了风浪 眼看船要翻了 老人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 只能向神祷告 神啊 如果您能让我平安渡河的话 我将买牛的钱全部捐给神会 祈求马上明眼了 他平安地渡过了河流 接下来老人将面临着一个选择 卖牛的钱捐还是不捐 如果不捐 那将是对神的不敬 还可能会受到神的惩罚 如果捐 一年的生活费就没有着落了 想想家里的妻小还饿着肚子呢 就在信守承诺 还是言而无信这种两难的情况下 老人最后选择了信守承诺 只不过方法有些不同 一头牛的市场价是一千元 一只鸡的市场价是十五元 如果老人按常规 他就只能剩下卖鸡的十五元 但老人是这样做的 牛只卖十元 但是有个条件 必须买价值一千元的鸡 因为总价要比市场价低五元 所以很快就有人出手了 于是 这位大爷就捐出了卖牛的市员 拿着卖鸡的一千元回家了 思路决定出路 一书中曾说 在问题面前 办法总比困难多 只要肯动脑 总是有出路可循的 那些被问题压垮的人 不是败给了问题本身 而是败给了自己 苦求思辨的大脑 穷则思辨 只有辨才会有进步的可能 你认同吗 认同的 关注点赞